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我是李美萱 來看到南投市的地標綠美橋 才剛剛斥資有八百萬元 改善了橋體的結構 重新上漆 五月的時候呢 剛剛恢復通車 結果沒想到最近呢 又被發現說 因為釣索秀石 被診斷成圍橋 宣布即日起封橋 還得要整修長達一年的時間 開放通行短短七個月之後 又要封閉 IP說是不是浪費公帑 同時也影響到了出入的交通 讓當地居民氣炸了 南投市地標綠美橋 日前封閉 赤資八百萬 重新粉刷增設燈光 五月份才剛通車 展新亮相 但沒想到 開放短短七個月之後 竟然又要再度封橋 公所代表出面道歉 之所以綠美橋 五月開放通行之後 又要再封 正是因為近期進行 橋樑安全檢測 卻發現 大概都是積水滿嚴重 大概都是充滿的 那把它抽乾了之後 刮線 它這個吊鎖 它其實它 它已經繡索得滿嚴重 橋樑吊鎖鎖鎖石 鋼板脫皮 就連鋼鎖也鬆動 市公所表示安全檢測發現 綠美橋被診斷成圍橋 為了安全得重新整修 時間恐怕長達一年 也讓當地市民看傻眼 怒皮 根本浪費公堂 會覺得浪費公堂嗎 會 現在的政府之前整形 才發現說這個人 病得非常嚴重 導致這個裡面的架構 都要重新的更新 我覺得說這是浪費的名指名高 其實風橋我們尊重 不過就是在安全性方面 他們要去顧忌 橋體內部秀石 為了安全才再封綠美橋 但一封再封給IP影響通行 讓當地居民起炸了 藉了為少羽南投報導